大家好,我是Briefful Art Studio的Cece 今天不是讲迹布的东西,而是讲布口罩 最近疫情比较严重,大家都很着弱地尝试布口罩 加长外科口罩的使用时间 或者去顶替一下,买不到口罩的时候就用下补口罩 但是我们看到外面有很多材料包,还有免费的纸样可以下载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我们就观察到大家戴口罩的时候有不同的问题 针对面型,其实一个口罩的形状不能满足所有面型 所以我们针对这件事可以说一下如何修改口罩 还有大概会有哪个类型的问题 主要呢,我们一开始大家都很多时候会尝试做风琴式的口罩 就像一般的外科口罩这样,三折 但是呢,这只口罩很容易外面,对面小的人来说 旁边很容易扭开它 旁边瘦的时候,又很容易入风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用布料做风琴式口罩的时候 而你选了一块很厚的布,其实旁边很难去贴面 它更加会像一块方形,好像直接打在面上 它就不能够贴面了 另外呢,初期大家做布口罩的时候 有些朋友可能忘记了加铁线 如果没有加铁线的话 基本上它就不能够贴住拳骨和鼻梁的位置 所以记得要加铁线 另外呢,如果我们做一些布口罩是两片色的 这样呢,就会有另外一些问题了 譬如我们很多时候下巴位置 我们转去旁边 就会看到旁边可能会松一点 或者是比较短,包不完下巴 就不太贴住的 就会很容易脱出 或者我们一抹大嘴 基本上呢,鼻子就很容易露出 或者是下巴或下巴掉了 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嘴巴的呼吸 很多时候一吸,布就会搭住了嘴巴 除了这两片色的形状 是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风琴色也会的 风琴色呢,很多时候一多了些布 就会一吸就绝在嘴巴 就不太舒服了 我们之后就会针对这个问题 说一下怎么可以改善我们的布口罩的紫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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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钟 2分钟 2分钟